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似心紧紧 这一小段端心紧紧 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落实 下面第二小段 不当沉诺嫉妒 不当贪贴皆喜 不得忠悔 不得怀疑 要当孝顺至臣周信 这个几句 是叫我们要断无修宣 取了几个例子 下面一段 当心福尽于身 当心作善得福 奉持如是登法 不得亏使 这几句是身心因果 后面四位书记 与得游得度陀 昼夜常念 愿与王身阿弥陀佛 清净过度 十日十夜 乃至一日一夜不断绝职 这是叫我们 忙中念福 工作 工作很忙 我们一个月 找一天一夜 念二十四小时 如果能有长假 放长假的时候 十天十夜 念十天福 通常用七天 就打个 精净福气 但是精净福气 这一段经文 必须要做到 寿终 借得往生几苦 你在这一生当中 曾经打过一次 进进福气 或者是 曾经十天 十天十夜 修过这样的功德 灵明中时会想 独能往生 乃至一生当中 只有一天一夜 念福 可是 前面这些条件 统统要去做 要端心 静静 断卧 修现 身心因果 忙中念福 妙音 后头这一句 寿终 借得往生几苦 这妙果 这妙果 妙音 妙果 这不仅 确确实实 稀有难逢啊 太殊胜了 太殊胜了 我们有心 在这一生当中 能遇到 要生欢喜心 要生感恩的心 灭牧 灭牢的注解 是右面 这段经文 第三类 我生正音的 第三类 有两句 这个两句是 两段 我分的比较细 分了五段 分了五段 第一呢 修行事相 这个事件 涅拉分的 是 到至尘中心 下面忙里偷写 正念得生 从当信 佛经与神 到往生修 他分这两段 此类 指 事物 繁独之人 如果我们平常 为这么多事情 那也把境界提升 提升到前面 两个月 真的工作特烦吗 平素 瑕疵 甚少 平素 就是很少 有对行的事情 那么 现前的社会 一般人 都生活在 竞争之中 跟古时候的社会 完全不一样 古时候 社会人是 人心是定的 为什么 没有竞争 现在好像 不竞争了 就活不下去 其实 这是错误 是一个 很错误的 观念 我们自己 把自己 比上良善 实际上 实际上 不竞争了 也能活得下去 也能过得很自在 活必去竞争 胡小林 没学佛的时候 天天跟人竞争 学佛之后 明白了 觉悟了 认真落实 弟子规 不跟人竞争 他告诉我 反而业绩 捏捏上身 并不说 不竞争 这个事业 就做不下去了 这不竞争 比以前 做得更好 更殊胜 这才恍然 大悟啊 发财是命中有的 命里面既然有 后面要去增 那没有觉悟的人 那一天 闲暇的时间 很少 所以 未能大修 再结 跟一般真修行 老修行人 不能比 更难于一心情境 这一心情境太难了 你说他每天 忘念多少 杂死 太多 说如是之人 当努力行人 这一句话 劝得好 应该 努力 多做 好事 多闲善 多积德 变因 并且 应该 往里 偷邪 一定要找一点 闲暇的时间 去念佛 善自 实际 你会挑选 在一年当中 挑选几天 的假期 假期 不要把这个时间浪费 到外面去旅游了 那很可惜 应该这几天空闲的时间 好好的来念佛 日夜不断 欲云云云即休 能够有几个同餐道友在一起 就是这一句佛号 念到地 那最好的方法呢 可以依照 应光大师 所用的方法 他老人家用了一辈子 念佛真成就了 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不使空过 一定得往生 这个地方 定得两个字 是关键 只要你不浪费时间 有空闲的时间 就念佛 你也会一定得往生 我论你不浪费时间 就念佛 你不浪费时间 我用一个人 就念佛 我可以问你 你不浪费时间 要那种 我可以问你 你不问我